券商在怎么发展 但是资安问题不能不顾 先前台湾爆发了史上第一起 大规模券商遭到 低Dose攻击的勒索事件 让网络资安防护的重要性 再度被外界所关注 变形业者跟国内外的资安大厂 共同推出了全方位资安防御的服务 可以缩短资安事件的应变时间 强化资安的体质 希望有效对抗骇客 提高网络安全的警觉性 随着网络发展 资安问题越来越被重视 电信业者看着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与国内外资安大厂 共同推出全方位资安服务 希望能够有效对抗骇客 过去的攻击 有很多是比较暴力式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新闻 大家已经开始慢慢感觉到 很多的攻击都是针对性的 而且它背后都有绵密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策略性的 所以它使得你防范的这种水平 要拉高 业者认为把防护的水平拉高 才能够缩短资安事件的应变时间 强化企业资安体质 而整合式的系统能够降低防护所需的门槛 对于企业客户来讲的话 它是很难有一个团队 资安团队在随时的在做与时俱进的一个研究 对资安的这个手法的研究 害客手法研究 那但是我们有专业团队 那而且我们有24小时监控 我们可以 我们有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些 日报表也好 或者月报表也好 来告诉我们客户 它现在的状况如何 同时我们有及时的这个警告系统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相关的手路群 通通移植在电信机房里面 那对客户来讲 它的部署就非常简单 也不需要专业的人士 去维护这些 我们的这个资安设备 完全委托更专业的电信业者 来整体做一个联防 从事前的准备 阻挡駭客攻击 免去后续遭害的麻烦 才能够建立起完整的资安防线 记者林思雨 正浩浦台北报道